碼頭業績工會在報章刊登全版名為李嘉誠 你明白旗下勞虎工人的真正處境媽的聲明 批評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公司外判商 和和王董事總經理霍建令 以鋪天蓋地的宣傳攻勢抹黑罷工工人和工會 日子霍建令提到碼頭工人的薪金 比本港工資中位數高 但並沒有提及工人的平均時薪比中位數低近一成 更反駁國際貨櫃碼頭公司指 工人連續工作24小時是自願的說法 指外判商要求裝設工人在非自願的情況下 連續工作長達72小時 遇上8號風球沒有任何安全措施 工會再次要求直接與國際貨櫃碼頭公司談判 又呼籲市民參與星期五晚的包圍長江中心行動 國際貨櫃碼頭公司 亦在多份報章刊登聲明 從新工會堅持要求加薪兩成是不合理的訴求 質疑有人根本不想達成協議 又聲言如果答應加薪 會令其他行業被迫跟隨 可能會導致倒閉潮拖垮香港的經濟 呼籲工人接受外判商永鋒的加薪建議 碼頭業績工會全體罷工工人 今天會由長江中心遊行到政府總部 要求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會面 工會亦會向工人派發第七次1500元的罷工津貼 香港文字記者了正文報道 至少